据美国媒体报道称在2018年12月28号 美国F22飞行员精锐训练中队再次传来一起坠机事故 而这也被外界戏称为2018年最后一摔 从当时现场照片中来看 坠落的战机受损情况十分严重 虽说此次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但经过这次事故也让人们对美国战机的质量产生怀疑 值得一提的是 虽说此次坠落的并不是F22战机 而是一架T38教练机 但导致事故发生最主要原因 就是起落架存在着问题 而此前这在F22战机上也出现过 同时还进行了大范围的检查 2018年10月份 F22就因起落架问题导致战机受损 要知道早在4月份时候 F22也曾上演过这一出好戏 所以当T38再出现这类事故后 有美国网友不禁产生疑问 美国是真的不如从前了吗 以前F22那么好 而现在确实问题不断 要知道中国的歼20 从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美媒称 虽说歼20的具体性能指标 我们目前还不知道 但作为中国第一款隐身战机 歼20能够服役 也就意味着 它已经得到中国军方的任何 从2018年珠海航展中展示的歼20来看 我们可以得知 它已经具有占据空中优势 进行中远程拦截 护航以及打击能力 虽说国外总是对歼20存在着过多的偏见 但歼20一次又一次用实力证明了自己 为此美媒表示 虽说不能确定歼20能否超越F22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它能够对F35构成威胁 毕竟F35在此时范围内作战能力 并不能占于优势 更重要的是 歼20当前还没形成一个完全体 因为涡扇15发动机还没有安装 此外外交官也发文称 歼20确实出得上是一个优秀的全能型军手 并且在混战中能够占据自身优势 同时还有些网友表示 看来不用取想歼20是否为顶级战机 按照媒体的意思 它能够绞杀F22和F35 我